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欢迎回来第一辈子新闻大白话特报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浅秋 刚刚讨论很多马上要登场的地方选举的时候 其实在一些地方势力摆不平的情况之下 其实更早开战的是更多议题 是不是在小英总统的最后的任期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很多人派系要开始另寻出路 要找到新的战场了吗 所谓的后小英时代 我们看到英系的掌门人陈长文 他居然为了这个新竹县市要合并的议题 陈明文对不起陈明文 他居然为了新竹 新竹县市的合并议题居然第一时间 跳出来反对 他认为如果为了单一县市去修法 或者是去特定的量身打造 他认为是不适合的 那么其他的包括柯建民 其他人都有不同的意见 英系跟正国会立委在沟通 最后派系没有买单 那么认为不能够升格独厚新竹 当然苗栗也有很多意见 其他县市有意见 马上就先开战了吗 但高铁宜然是更是刚刚也不断的提到 这个地方更是火辣辣的在上演 互相派系的刘锡坤也很难得 这么大分贝的出来 高分贝的出来去 杠上了交通部长王国才就要下台 他说当中是不是对苏魁不满 其中有一段是说 曾经在这个议事主持的过程当中 为了回避不想要帮苏贞昌找别人代理主持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蔡英文说喊话要呼吁共同合作 加强内部沟通吗 那明年包括选举机制 其实很多地方民营党内部 很多地方要瞧 那么包括了这个灵犀药 政国会中常委陈茂松 他就杠上了灵犀药 民营党秘书长 蔡英文真出手要帮他缓夹 结果陈茂松最后还是开记者会去批灵犀药 这么多次出手希望党内要团结合作 其实民进党就是有这个本事 内斗打得很厉害的时候 蔡英文出来以前都有笑 这次反而不买单 是已经后小英时代 大家不理他了吗 已经开始找出自己的新出路了吗 所以没有蔡英文的英系 还会是民进党的重要拍戏 英系满满的要跟蔡英文脱节字谋生路 这样这是问号 比方说口义哥他投靠了永年会 那部分的英系去结盟政国会 这些派系的演变 在默默悄悄的正在进行当中 英系选举的主持转型 2050的教育基金会 担任董事长的黄成国国策顾问 那么甚至也开始拉拢立委 自己要跟政国会结盟 针对议题要行动了 这个派系的整合跟结合 是小英时代的一个很大的警讯 那么还有办法团结内部 民进党在马上卸任的时候 告了他300多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大部分都不会成立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蔡英文 蔡英文最近的论文门 就很多人提出来 可是民党没有人替他辩护了 早先还有 现在只是在总统府的 华人在替他辩护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解释说 等你卸任以后 你这个官司你大概跑不掉 因为很多东西他自己解释 都已经完全没办法去 掩饰他问题重重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英系 英系其实最近动作比较多 像陈明文就直接呛王国财 你一个月之内不给我解决高铁 宜蘭站或四成站 你就给我下台 这个是等于说 因为像英系讲什么 几乎就你马上就要达到 上次他五倍见 他说你不应该呛书贞昌 不要收那一千块 什么一千块四千 通常不要说 书贞昌马上就改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英系现在的人量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借着蔡英文 残存的力量 把有一些东西把它做好做满 我这是讲比较韩戏 做好做满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派系 现在自己会有一些合作 合纵连痕 比如英系最近跟郑国会就很麻吉 其实郑国会的游戏 跟书贞昌过系是属于 同一个派系 我们刚当记者的时候 那时候民进党有个很大的派系 叫康系 康英祥就是领导人叫康系 康系有两个要角 一个游戏昌 一个书贞昌 这两个要角都在审议会 那时候其实表现也不差 现在变成分道扬镖 各自变成另外一个派系的首领 大家可以看到 民进党里面就很多人就 想方设法来结盟 过去我们媒体大亨的海派 现在结合谢系就变成永元会 永元会提供什么 永元会提供最多的让你曝光 所以很多人宁愿不要到英系 因为英系已经剩两年多了 如果我们有机会曝光的话 到时候要参选什么 人家都认识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赵宜祥为什么 舍英系 他明明是蔡英文极力培养 把他送去美国 高于他的资历的位置 是 高于他资历的位置 给他这么好的一个亮丽的空间 那结果他回来他里面舍英系 因为他要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每个人各位自己打算的话 那这两年多的话 台湾一定会发生很多事情 为什么 就是我前面所讲的 民进党执政这五年都来 只有两个字在捞钱 好 那各派系大家想方设法 我们能不能从中华民国 现在里面所有的资源里面 大家各自找方式 仰装脚或者炒地皮 或者我们来做其他的一些 政府金钱的搬弄 这些过程各位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蔡英文已经快卸任了 大家想方设法 铁达尼要成了之前 很多人还在抢救生艇 很多人还在看 还有没有搜刮到一些海洋之星 所以这些人的机星都不纯正 所以现在民进党里头 除了英系 再来是燦系 那郑文燦的子弟兵北北逃 好几个地方都要出征 那么甚至有公布了 新的三个副发言人 都是美少女 美女级的 所谓子弟兵可能会扮演 刺客来选议员 保证这个策略跟你们好像很像 都是派美女军团 民党长怎么看这个派系的人 我们也不是外界所想的那个样子 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能够完全用 想要用颜值就去服众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不是那么直接的看待 我想要讲 你看其实蔡总统 我觉得其实各派系 他们现在会自己想要找出路 或是英系 他们想要自己找出路 我觉得也非常的 不会让人家觉得意外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是 其实蔡总统跟苏葵 还有跟民进党的支持度比较起来 其实蔡总统他的支持度 还是算高的 其实他并没有被烧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地步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民调 大概都只是微微的去做一些变化 即便下跌 他的幅度也不会到太大 因为苏葵常常都去帮忙挡子弹 所以其实蔡总统 他有一个防火墙建立之后 其实他的民调 并没有掉到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各个派系之间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小动作 他可能说 我不会每一次都听你的话 但是也不可能跟他撕破脸说 我就是完全不理你 不能够直接把这个蔡主席当塑胶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自己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是会自己去拿捏跟调配 但我觉得其实 不好意思我们最后一时间 让强哥不好意思 时间比较紧迫 其实你可以看到蔡英文 这个权力交替的紧迫 从郑文餐就可以看到 郑文餐最近动作越来越大 接受媒体访问大谈总统选举 为什么 因为时间越来越快了 他311跟诺富特这两件事情 我们大阿哥受到严重的创伤 所以他现在有很大的危机感 说他本来心里想 我有这个蔡英文总统 在后面当我的靠山加持 那个赖清泽个正男王 是打不过我们的大阿哥的 可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生涯 因为这是疫情防疫不利 受到很大重创之后 他就等不及 他一定要赶快开始压子滑子 所以又是培养子弟兵 然后又是开始大谈所谓的 那个总统选举 那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就跟他 因为他去批评国民党 谈总统大选 那我就说 你这样子的话 你是忘了你们国民党 过去曾经做什么 他发言出来批我说 他说你台北市议员 你不要评论